严格林 芳华 第七章 我们这位副政委坚信任何一个文艺团体要烂 必定从男女作风上烂起 他没想到在他眼皮底下我们烂得多么彻底 把刘峰都烂进去了 副政委从刘峰那里获得了大致供词 但他觉得供词一定是大大加以隐瞒的 于是机关保卫干事被请来主持办案 保卫干事不久就断出我们以后称之的触摸事件 是莫林丁丁被诱进库房 然后遭受了刘峰的性袭击 谁能相信 是刘峰而不是林丁丁吐露了事件中最恶劣的细节 他的手触摸到了林丁丁裸露的脊梁 经过是这样的 他的手开始是无辜的 为丁丁擦泪 渐渐入了鞋 从他衬衫的背后插进去 摸到什么了 没有 什么也没摸到 刘峰摇摇头 愣着眼 脊梁上能有什么呀 保卫科的人好像比他还明白 再好好想想 刘峰只好再好好想要不怎么办 林丁丁可是都说了哦 保卫干事抽了半包烟后开口 我们不是想跟你了解细节 细节我们都搞清了 现在就是给你一个机会 自己交代出来 刘峰终于想起了 他当时在丁丁脊梁上摸到了什么 丁丁的汝罩扭判 保卫科的人问 是想解开那个扭判 对吧 刘峰愣住了 他不禁惶恐 而且愤怒 没有 刘峰怒吼 没有什么 没有你那么下流 刘峰站了起来 保卫干事把茶缸猛地砸在桌子上 见了刘峰满脸茶水 老实一点儿 刘峰坐回去 保卫干事要他老老实实对自己分析 反省 在老时他也无法了解自己的手到底什么意图 他当时脑子里只有热血 没有脑浆 因此只觉得手指尖碰到了一个陌生东西 手指尖自己认识了那东西 哦 女兵的胸罩扭判原来是这样的 你是想解开临丁丁的扭判 对吧 一个小时后 当烟灰缸里有了二十个烟蒂的时候 刘峰给了保卫干事一个非常老实的 说法我不知道 保卫科干事看着他一丝冷笑出来了 自己的手指头要干什么 心里会不知道 刘峰垂头瞥了一眼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 第一次发现他的手很难看 有可能的 当时手指头背着他的心 暗打呆主义 但他的心确实不知道 后来我和好书文问林丁丁 是不是刘峰的手摸到他的胸罩扭判他才叫救命的 他懵懂一会儿摇摇头 他认真的从头到尾把经过回忆了一遍 他甚至不记得刘峰的手到达了那里 他说他爱他就那句话把他吓死了 是刘峰说他几年来他一直爱他等他这一系列表白吓坏了他 他其实不是被触摸强暴了而是被刘峰爱他的念头强暴了 这么多年过去 我才觉得我弄明白了一点 林丁丁的身体并不那么反感刘峰 刘峰矫健壮实 一身形状很好的肌肉 假如抽去那个模范标冰的概念 他的身体是不排斥他的 因为年轻的身体本身天真萌美 贪吃也贪玩身体在惊讶中本能的享受了那触摸 他绕不过去的是那个概念 接下去就开始了公开批判 也就那么几个手段 大会小会上念检讨 大家在对检讨吹毛求疵 直到刘峰把自己说的不成人样 这个不久前还在北京的全军标兵大会上 被总政治部首长戴上军功章的刘峰 此刻在我们面前低着头 个头儿又缩了两厘米 我坐在第二排马扎上 却看不见刘峰的脸 他的脸藏在军帽的阴影里 只见一颗颗大粒的水珠 直接从军帽下滴落到地上 不知是泪还是汗 开始我们没几个人发言 都想不出坏话来讲刘峰 刘峰毕竟有恩于我们大多数人呢 但不知谁开了个头 把所有人的坏话都引发了 最难听的坏话是刘峰自己说出来的 他说他表面上学雷锋 内心是个资产阶级的毛坑 臭的招苍影 脏的声躯 讲到如此无以复加的地步 别人当然就放了他了 不久处置刘峰的文件下来了 党内严重警告 下放伐木连当兵 下放去伐木 跟我爸爸修水坝是一个意思 边境冲突起来 听说刘峰已经调回他过去的老连队 野战军的一个工兵营 1980年夏天我在成都的马路上碰到他 他一定是先看到我的 但不愿意招呼我 转身站在一个卖油林鸭的摊位边 因为等着买鸭子的人多 他想混入人群 错过我 我还是没让他错过 扬起嗓子叫了他一声 他假装寻找声音来源 目光尽往远处头 这个表演比较拙劣 因为一大街的人就我俩穿军装 下面就是我的表演了 也不高明 我热情过火的冲了一步 手伸了老长 不由分说的握住他的右手 我也表演 我演的是多么彻底的忘却了他最不堪的那次公开露面 汗水泪水直接从军帽下滴落一地 我的表演还想告诉他 就算没忘记那一幕 现在谁还会计较 摸摸几辆怎么了 几辆是全身最中性的部位了吧 战场都上过的人 性命都差点让摸掉了 还吝惜几辆 就在碰到他手的刹那 我明白了 那手是假只 那只曾经摸过丁丁几辆的手 被丢在了战场上 我跟他就在街边站着说话 我们不经意地谈着上前线的事 我们不说上前线 只说上去 我们各自是哪月哪天上去的 我告诉他我其实不算上去了 最远上到包扎所采访商员 他问我去的是哪个包扎所 我说就是和小渊的那个三所 但是没见到小渊 因为他跟医疗队上第一线了 刘峰此刻说 可见当时医护人员太欠缺 连和小渊这样瘦小的女兵都上前线了 我说小渊是五份申请书 把她自己送上前线的 刘峰摇摇头 说要是人员足够的话 十份申请书也不会让她上去 全是吃了那个亏 没人救护 和小渊的丈夫才牺牲的 你还不知道吧 和小渊病了 什么病 刘峰说 说是精神分裂症 我问是不是因为她丈夫的牺牲 刘峰说和小渊被送到他们医院精神科的时候 还不知道她丈夫牺牲了 那她怎么了 怎么就分裂了呢 刘峰说她也不太清楚 只听说她扛着一个伤员扛了十几里地 成了英雄世纪主人公 带着大红花到处做报告 她是带着大红花给送进精神科的 我跟刘峰在大街上分手之后 我手心一直留着抓握甲枝的感觉 大夏天里 那种冷的 硬的 廉价的胶皮感觉留在我的手上 在我掌心上留了一块灼伤 我不止一次地写和小渊这个人物 但从来没有写好过 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写好她 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 我照例给起个新名字 叫她和小渊 小渊 小渊 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了这个名字 才敲到第二遍 电脑就记住了 反正她叫什么不重要 给她这个名字 是我在设想她的家庭 她的父母 她那样的家庭背景 会给她取什么样的名字 什么样的家庭呢 父亲是个文人 做过画报社编辑 写点儿散文编点儿剧本 没怎么大成名 她的母亲呢 长相是好看的 剧团里打烊琴谈古争 像所有可爱女人 有着一点儿恰到好处的俗 也像她们一样略缺一点儿脑筋 因而过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 都绝对随大溜 我能想象在小渊的母亲 跟她父亲闹离婚前 那个家庭里是温情的 小布尔乔亚的 我也完全可以想象 善良软弱的文人附近 给小渊取出这样一个名字 和小渊很有可能 像这一个心智正常 不讨人贤的女孩成长 像所有软弱善良的人一样 小渊的附近是那种 莫名的对所有人 怀一点儿歉意的人 隐约感觉她欠着 所有人一点儿情分 人们让她当坏分子 似乎就因为她比任何人都好说话 常常漫不经意的吃亏 于是人们就想 何妨把坏分子的亏也让她吃了 到了和小渊的母亲都开始讲她坏话 提出离婚的时候 她不再觉得心力苦 她反倒觉得解脱了 睡前吃安眠药 她心里一亮 看到了终极的出路 这天早上妻子去上班了 她牵着女儿的手 送她去托儿所 家门外不远 是个早点铺子 榨油条和烤大饼 以及沸腾的豆浆 那丰盛气味 在饥荒年代显得格外美 一条小街的人都已嗅觉开油 一出家门小渊就说 好想好想吃一根油条 四岁的小渊是知道的 父亲对所有人都好说话 何况对她 父女俩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 感情上到物质上 她都可以敲诈父亲一笔 然而这天父亲身上 连一根油条的钱都没有 她跟早点铺掌柜说 设一根油条给孩子吃吧 一会儿就把钱送来 爸爸蹲在女儿面前 享受着女儿的咀嚼 吞咽 声音动作都大了点儿 胃口真好 也替父亲解馋了 吃完 父亲用她折得四方的花格手绢 替女儿擦嘴 擦手 手是一根手指 一根手指的替她擦 擦一根手指 父女俩就对视着笑一下 那是小渊记得的父亲的最后容貌 我推想小渊的父亲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 早点铺的生意已经淡了 豆浆的热气正在散去 父亲对掌柜的说 这就回家取钱送来 那时的人都还质朴善良 掌柜的打了个哈哈 说急啥 父亲回到家之后 打开她和妻子共同存放日常用相的抽屉 一个蹦子也没有 渐渐的 她从漫不经意的寻找 变成了绝望的翻箱倒柜 家被她翻了个底巢上 居然找不到一根一架油条的钱 妻子在她降薪之后对她冷笑 她还有脸花钱 她就领回这点儿薪水 没她花钱的份儿 只有养老婆女儿的份儿 她在社会上的正常生活权利被剥夺了 在家里的正常生活权利也被剥夺了 是被她最爱的人剥夺的 她连门也出不去 因为一出门就要碰上那个清信了她的早点铺掌柜 她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 因为她来到这世上就已经亏欠了所有人 她被那个念头点亮过一瞬 此刻那念头在她灵魂里燎原了 她拿起那个药瓶 整个人豁然大量 妻子造成了她彻底的赤贫 肉体的 精神的 尊严的 她贫穷到在一个炸油条的掌柜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这证明妻子舍得她了 最终她要的就是妻子能舍得她 舍得了 她心里最后的苦也就淡了 何小渊不记得父亲的死 只记得那天她是幼儿园剩下的最后一个孩子 所有小朋友都被家长接走了 她是唯一坐在一圈空椅子当中的孩子 老师似乎也知情了 沉默地打着毛线陪她等待某件事发生 但那天什么事也没对她发生 于是父亲的自杀在她印象里就是在幼儿园的一圈空椅子和渐渐黑下来的天色 以及在午睡室里睡的那一夜 还有老师困倦的手在她背上拍哄 加上炸油条的老掌柜笑咪咪的提醒 小妹妹 你爸昨天说送钱来的呢 小渊后来上幼儿园都是出了家门口就穿过小街 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避免从早点铺门口经过 不是因为仍然赦着老掌柜的账 油条钱母亲还了 只是她不愿再听老掌柜叫她小妹妹 现在我来设想一下 和小渊第二个家是什么样 我是指她母亲和她继父成立的那个家 母亲凭她残余的华年 给和小渊找了一个老粗父亲 第一个丈夫的儒雅智慧注定了她的善良软弱 而正是前夫的可爱之处使她找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男人 一个老干部 母亲对这个比她大十多岁的丈夫是陪着小心的 为罪自杀的前夫是她和女儿的历史污点 因此他们是矮人一头的进了老干部的家 六岁的女儿历史污点更大 因为这污点使于她出生之前 使于她坏分子附近往她母亲体内注入她全部人格密码的夜晚 她的生命由此不可逆转的流淌着父亲的命运走向 母亲如何微妙的陪小心 小渊很快效仿过来 母亲把全家饭桌上的好菜 最后的一块大排骨或者最宽的几段带于小心翼翼的剪出 放在继父的饭盒里 做她第二天的午饭 她自己再是口水倒灌也只吃母亲捡到她碗里的菜 她看着母亲在继父裤袋里装入运烫平整的手帕 在她皮夹里装上零钱和整钱 她还看着母亲为继父包螃蟹壳 挑鸡鱼刺 而那些都是小渊亲附近为她母亲做的 母亲还教会继父下围棋 听乐剧 跳华尔兹 以及用卖破烂耳的钱收藏古董 总之以她前夫给她的教养去教化现任丈夫 小渊眼看老粗在母亲手里一点点细气起来 母亲陪着小心教养她的丈夫 聪明使尽 让她不自觉地进入了她前夫曾带她进入的城市生活 我想和小渊的继父并没有伤过她 甚至我不能确定她母亲伤过她 是她母亲为维护那样一个家庭格局 而必须行使的一套政治和心术伤害了她 也不能叫伤害 她明明没有感到过伤痛啊 但她母亲那无处不用的心眼儿 在营造和穆家庭所负的艰苦 甚至她母亲对一个爱妻和慈母的起劲扮演 是那一切使小渊渐渐变形的 小渊一直相信 母亲为了女儿能有个优越的生活环境而牺牲了自己 是母亲的牺牲使她变了形 她常常偷听母亲是怎样牺牲的 夜晚紧闭的大睡房门外 她赤脚站在黑暗里 从房内的每一丝想动 估价母亲牺牲的惨烈度 我想我还是没有把这样一家人写活 让我再试试